清早天空飘着小雨 但在广东接洋的街道上 数百位来自海峡两岸的 三山国王文化交流团成员 已经列队前行 人群中有的全家出动 有的盛装出席 超过四百位来自宝岛的交流团成员 在近期来到大陆赴一场信仰之约 这次活动是因为三山国王王爷庆典 所以我们想来这边共襄盛举一下 2023年春节期间 在大陆爆红的 来自潮汕地区著名的飞夷 阴歌舞牢牢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之后大家缓缓进入 广东接洋三山国王祖庙 这间已有1400年历史的庙宇 早已完成了华丽的布置 等候两岸同胞多时 这也是海峡两岸三山国王文化交流团 此行的重点所在 海峡两岸三山国王祭祀大典正式举行 据介绍 三山国王文化是发源于广东东部地区 后传播到中国台湾地区和东南亚等地的民间信仰 接洋三山国王祖庙是两岸三山国王宫庙的祖庭 据不完全统计 中国台湾地区现有三山国王庙460多座 信众600多万人 庙与遍及各个县市 那西部的话都有大概有两三百的宫庙 那我想大家都是一样 这个从发源地开始都把我们这个叶阳当为这个祖庙 而且大家会定期的来这里祭拜 朝供 当天随着明里炮 雷鼓 竞香 竞献信金储博等环节依次完成 海峡两岸三山国王祭祀大典里程 作为副主纪人 台湾中国金明独三山国王协会总会长刘瑞德 亲自带着几十位台湾信众远道而来 他介绍 揭阳三山国王祖庙是全世界三山国王信仰的发祥地 已成为海峡两岸民众延绵不绝的文化情节 当然有这种活动 我们可以凌济台湾的所有三山国王庙祖团 来参加这个祖庙的祭祀活动 来互相交流 同中同属 文化一样 所以能够促进我们两岸的交流 庙堂之上 两岸同胞双手合十 同拜神明 祖庙之外 两岸民众的连结也早已存在 在村里的办公室的墙上 两岸的交流团多年来 一直来往互访的照片挂满了墙壁 1988年 就有第一批台湾巡羹团到三山国王祖庙考察任祖 而在庙外的方明榜上 跨越海峡而来的爱心善款 也在多年里支援着当地的发展建设 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像这种文化交流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正面的 也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希望这种活动能够多多 我们来推广 然后把两岸新连结起来 这些都是同样的信仰 我们不能再分彼此 老百姓绝对是一种血龙与谁 手无足之情 我们更应该紧密在一起 所以我有这个希望和目标 我现在年纪也75岁了 我要利用我的胜宜的价值 我们为祖国同意 贡献心力 谢谢